一玩微博就乱点 手滑明星喜悦路 眼看着他从你手里面滑过去 然后把那条线转到里面 他爸被打脸那些被自己打脸的明星 这个过程还不足以打成操心 一玩微博就乱点 然后欢迎来到好笑给你 不会海太点心面团 万民不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鱼街城 大家好 我是顾小 顾主播我想问一下 每天晚上的时候 你通常都会干些什么呢 每天晚上 我昨天晚上有看了一下太阳的后裔 又看了一下我的孙中心 我现在已经着魔了 怎么办 我现在已经中毒了 你快救我 你不是想问你说这个 那说什么 你昨天晚上有没有 去在朋友圈里面点什么赞 有有 我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朋友发一些好吃的 或者什么好玩的 我也会问在哪里去点赞 当然我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很正常跟你说 昨天晚上我们共同的朋友圈 有人发一条 小鱼各方面条件都非常不错 至今人单身 真可谓是黄金圣斗士 我就纳闷了 这条你点什么赞啊 我有点赞吗 我跟你讲 那肯定 我跟你讲 不小心手滑才会点赞 手滑是吧 我绝对不是我想表达的意思 你怎么能成黄金圣斗士呢 好 算了 手滑 我原谅你 这很正常 对不对 对嘛 像这个朋友圈里边 有人也发了我们的小金 说他长得非常像齐天大神 六小林同老师 我也手滑点赞了 我跟你讲这条我也点赞了 你也点赞了 必须必须 那我们就手滑 手滑 手滑手滑 行走娱乐圈 万事都得小心 唱歌演戏要小心 说起话来要注意 如今就连明星自己玩个微博 都要谨慎谨慎 再谨慎了 不留意手滑一下 都有可能造成 对此我们的大秘密 可是谁有体会 作为娱乐圈的头号 手滑女王 杨幂因为手滑 闹出的头条 可是一个结一个 猴年春节期间 歌手张碧晨无辜躺枪 意外深陷 不雅视频们 而更让小伙伴们 感到意外的是 在某条张碧晨的话题微博下 又又又又 一次出现了杨幂点赞的身影 善良的小编身信 一运傻三年的杨幂 一定是又手滑了 要知道去年杨幂 也曾经深陷 不雅视频风波中 声援还来不及 点个哪门子的赞呢 不过小编 真是不得不提醒下 我们的大秘密了 手滑乱点赞的毛病 一犯再犯 好事的网友们 可不会像小编这样 侵扰你的 表想去年 杨颖在和黄教主完婚后 马上就跑去 立正自己是纯天然美女 然而有网友 仍在微博表示 就跑男中杨颖的 一些奇怪举动 不相信杨颖没有阵容 慢慢没想到 在点单列表里 赫然出现了杨幂的身影 话说杨幂和黄教主 那可是多年好友 如此不给教主夫人面子 难道是另有隐情 就在网友纷纷猜测之时 杨幂回应道 确实是看微博的时候 不小心手滑了 发现后马上取消了 给大家添麻烦的十分抱歉 谁还没个不小心呢 知错就改 还是好孩子嘛 可是当网友刚准备 把杨幂归入 手滑党新兵营的时候 才发现大秘密 哪里去出犯 说她是手滑界的元老级人物 都不为过呀 而且尽在自己的好姐妹身上失守 大秘密和唐妍是好闺蜜吧 网友盘点唐妍黑历史的微博 杨幂给了一个赞 杨幂和秦兰曾经是 超要好的姐妹团吧 质疑秦兰 整容的微博 杨幂给了一个赞 我说大秘密手滑 咱知道是无意的 可是你这专条熟人 也真是有够巧合的哦 不过相比杨幂 汤姐妹无极龙手滑 坑了自己的老婆刘诗诗 那才叫一绝呢 如今四月和诗诗 已经正式结尾夫妻 粉丝们自然可以放心 可在之前 粉丝为两人的婚事 可真是没少操心 2014年 刘诗诗曾经拍摄电影 深夜前的五分钟 和张笑泉传出绯闻 某些不明真相的毛友 就在微博 劝吴奇龙和刘诗诗分手 结果这条微博 居然被吴奇龙点赞了 过了半天 带微博都炸开了锅 四月才反应过来 自己手滑了 八卦新闻太多 百毒之中手滑 又成一八卦 给关心的朋友添论 真抱歉 随后刘诗诗也转发 该微博恶狠狠地称 再敢手滑就多少 真的是 他本来自己也不知道 然后后来是 我朋友跟我说 他是不是手滑了 然后我就说 没什么状况了 他说 哦 果然是手滑 有人坑了自己人 有人则是被 自己的工作人员坑了 去年七月 女演员影儿到微博 突然出现了一条 影儿个人安利微博 直接把影儿夸的 都快气得肥了 偷偷自恋 也就算了 居然在自己的微博 公开夸自己 隔着屏幕的小编 看得尴尬症 都要犯了 对 我自己会 这么夸的情况 我还没醒了 然后我就收到一条 那种微信 是我不离开我 我说你发一条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没有发呀 然后我就打开 真的夸了 我这种情绪化的 我还真不知道 然后后来 我就一个都问我 工作人员 因为他们都知道 我的那个密码 还有用户名 所以是工作人员 手滑 对 嘿嘿 自己不小心把责任 推给工作人员 也不是不可能嘛 不过说到底 这都是小事 在敏感时期 还手滑 黑了竞争对手 那可就是大事了 去年年底 冯小刚主演的电影 老炮和恶棍天使 在贺岁当相遇 就在双方 为票房抢破头的时候 冯小刚却出人意料的 为恶棍天使的 差评点赞 瞬间成了 微博热门话题 要小编说 这都不怪 风刀 风刀 这手滑的毛病 一定是被一旁的李峰传染的 当然风风也不简单 人家是手滑点赞 他直接来了个手滑转发 去年五月 李峰在微博上 转发了一条 郭碧婷 以为同性恋的新闻 一时引来 无数围观 看似没有交集的两人 这到底是 激下了什么仇 什么怨呢 那个感觉 就像你握了一条鱼 那条鱼很滑 你就眼看着 它从你手里面滑过去 然后把那条给转发出去 那以前呢 新浪的微博呢 右手是点赞 我经常手误点赞 那我想好 我以后就用左手来看微博 原来左手是转发 我也是 真的我也是左右很难兼顾的 最后小编要给这些 爱手滑的明讯指一招 保证管用 那就是多读书 多看报 少刷微博 多睡觉 如此坚持个小半年 保证你远离手滑党 乐藩天综合报道 看完刚刚这个专题之后 我觉得以后上微博 真的是要小心小心 再小心了 真的 尤其是被某人说的是吧 最后我的粉丝只有三四个人 那我也得小心啊 别骂 一个大男人干嘛给我计较呢 小鱼的粉丝怎么可能只有三四个人 澄清一下 对我必须要澄清 怎么着我有计算过 有三四十个人 你笑了还是别说啊 没有 真的有很多人喜欢你 我继续讲的这个手滑的事情 我有的时候会不小心稍微博的时候 真的会手滑点的 你如果及时发现的话 你撤销还好 有的时候就怕你没有发现 你知道吗 你直接就点回去了 真是像那句话 就是泼出去的水 你收不回来 问题就很严重了 我觉得这些话 真的说的太有道理了 尤其对我们娱乐圈的 这些明星来说 他们天天都是活在镜头下面 一言一行 都要非常注意 小心谨慎 再谨慎 万一说错了什么话 那可就 为了在娱乐圈闯出一片天地 各路明星可谓是进行十八般武艺 不过装酷半美也好 搞怪耍剑也罢 不管使出什么样的招式 说出什么样的台词 目的都很纯粹 稀粉丝 长面子 可偏偏有的明星 在放大招的时候 意外玩脱线 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 而最近一场 由打脸引发的官司 更是在娱乐圈闹得沸沸扬扬 对部双方就是唐原团队 和著名的国爱八卦成长协会 去年官吧制作了一期 名为深度开发 傻白甜唐原 为何一出作品必有绯闻 一出绯闻必被对方打脸 以及作品和负面新闻 成正比的背后真相的节目 将唐原及其团队 结结实实地黑了一把 好死不死的是 在娱乐圈努力打拼 累到心脏抽搐 靠口腔糖补充体力的唐原 却碰上了一个 比猪还蠢的经济团队 被激怒后的唐原团队 立刻在微博上要求官吧 删除视频并公开道歉 不然的话就法庭见 而官吧方面则指责 唐原团队煽动粉丝攻击自己 无端指责官吧造谣 要求唐原团队删除侵权微博 于是水火不容的双方 最终走上了法庭 今年2月24号 唐原团队与官吧的官司 在北京开庭审理 唐原方诉官吧侵权并索赔 112万 而官吧则以言论自由为理 认为自己的报道并不构成侵权 不过法院并未当庭宣判 究竟最后是谁打谁的脸 还是个未知数 不过于正妈妈和琼瑶阿姨的 侵权官司到底打了谁的脸 如今已然有了结果 今年元宵节 琼瑶阿姨的儿媳妇 向传分享了法院判决出的照片 琼瑶阿姨诉于正抄袭一案 以于正败诉告终 并判于正赔偿 琼瑶人民币500万元 遥想当年于正面对抄袭质疑时 那一副自信的样子 小编只想说 于妈妈的心理素质真不是盖的 有很多人会质疑您抄袭 这个您会介意吗 中国电视就发展那么多年了 你敢说哪一个桥段 没被人用过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还有比如说 郭敬明你说他超时 人家告了他输了 对吧 什么时候有人告于正超时 从来没有吧 因为你没有违反法律 你这个过程 还不足以达成超时 他只是一个借鉴 他只是一个借鉴 心理素质好的 可不止于正一个 如今乘客的心理素质 也觉得不是盖的 自己打起自己的耳光 手道前来绝不留情 请问您现在还是单身的请举手 这有什么问题 这很重要 未婚的请举手 未婚 小编勉强放过你单身 你也举手 天下人都知道 你和张子轩是一对 这是要闹哪样 小编只想说 打脸虽上瘾 可不要谈背哦 俗法说的好 人在江湖飘 哪能不哀悼 哀悼确实叫人受尽委屈 但打脸就纯粹属于 自作自受了 作为娱乐圈的恩爱小夫妻 黄教主的身高 和杨颖的整容问题 真是叫媒体踩破了头 粉丝操碎了心 尤其是黄教主这迷一样的身高 不是小编要调难黄教主 只是这个主持人 是不是一米七七 小编真的没法求胜 不过既然黄教主 爱对比小编也来帮帮你 去年黄教主大婚时 兄弟团的集体亮相 可谓是声势浩大 不过小编认真 看下这兄弟团的合影 号称身高一米七九的黄教主 和右边身高一米七二的黄伯 好像一样高哦 而左边身高 比黄教主高出一厘米的同大围 却比黄教主高出了半个头 小编猜呀 这一定是角度问题 对吧黄教主 不单是男明星 其实女明星达气恋来 也是非常勤快的 去年暑期当 长相和记录都非常相似的 王洛丹和白百合迎来世纪对决 却突然有媒体爆料 当年白百合的成名作 失恋三十三天 其实先是找到王洛丹出演 但后来却被白百合抢走了 不要怪小编心里的爱因案 只是这一切的一切 实在太像王洛丹团队所为了 搞得咱失恋三十三天的导演 腾华涛都不得不出面了 何必用这样的宣传手段 一个梗每年都在用 在此小编还是要提醒一下 乐于打脸的各位娱乐圈明星们 说话要谨慎做事要三思 总是被打脸失去的 不单是自己的面子 更是粉丝对你的信任和耐心 如果把撒谎当成家常便饭 总有一天 你要为自己的谎言买单 乐翻天总和报道 天真无邪 没心眼 傻桃子 傻傻惹人爱 别走开 下节更精彩 好 欢迎回到好吃奥给力 玻璃海的点心面 都要冠名不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金玉成 大家好 我是古祥 是的 古主播 我们知道呢 最近都在追捕韩剧 但是我想问一下 真人秀节目 真人秀了 现在说真人秀 真人秀节目会看吧 当然会看啊 会关注真人秀的哪些明星呢 其实我觉得看真人秀是这样的 就是在节目当中 你看什么类型的 你比如说那个 毛跑的节目呢 我就会关注那个大黑女 我觉得他在里面超级有力量的 就可以保护很多人 比如说在一个 那个斗志斗勇的 那个节目当中呢 我就会关注黄磊 被称为神算子啊 你就觉得他怎么那么聪明 什么都算得到 我觉得古主播 你也太现实了吧 往往都关注 是那些特别强势的内心 我和你小米呢 就显得富有同情心很多 往往会关注那些 在节目里面 好像看上去会被欺负的那些明星 比如说像张艺青啊 还有陆寒啊 还有月银康等等等等 你刚刚讲 你同情心 你是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吗 还同情心 你看别人被欺负 然后自己就开心了 没有没有 我跟你说 他们其实真的不痛苦好吗 你别看表面上 他们是被欺负 其实在他们可怜同时呢 有可爱的属性 给显现出来了 现如今想要在娱乐圈 占有一席之地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要么拥有逆定的颜值 要么拥有工具幽默的高情商 再或者能够 接地劲的卖萌耍宝 可偏偏却还存在这么一群人 他们用一次血淋淋的教训 告诉我们 什么叫人善被人欺 这部最近在播出的某节目中 小月月月云朋友就无故躺下 老瓜子无缘无故地 遭到完美爆击 我打谁都不合适 我 合适 我 为什么 想说你总是我 难得小擦这回 副正人选择惩罚自己 小月月竟然还被打飞的 条完美命中 这没人催的也是没谁了 小月月无故的表情 完美诠释了 什么叫宝宝心里苦 宝宝不复充 想必大家怎么也没想到 平日在相声里 凌压力气的约人棚 这一道真人秀啊 小月月就像出色社会的 天真青年一不留神 就要为自己的天真买单 走走 这多好啊 不好 你吃了 你太漂亮了 我的马 是我的马 是我的马 没有一绝点防备 没有一丝丝鼓励 晕蓬的马 被杀以这么三下误出 无二的骗走了 可都说吃一件掌一事 但咱们天真的小月月就偏步 连训练成绩 最后一名有奖励 这等善意的谎言 都无法识过 满心欢喜地 给自己倒上营养汤 直到有奖励时 小月月的表情是这样的 当尝一口后 就变成了这样的 真真被小月月的天真打败了 如此天真无邪 没心眼的明星 恐怕能与小月月 不相上下的 只有傻袍子 陆寒了吧 在跑男团 受够了直牙板 泥潭落水等 各式催谈 向节目组发起 实惠抗议 想要来一个大清算 所有成员都 一分甜蜜地表达 对节目组的各种不满时 谁知道陆寒居然 胳膊肘往外拐 令团员纷纷傻眼 真的 我们作为男士 我们都真的受不了 真的受不了 还行 还行 然后baby 还是你 还行 你是哪头 还行 你是哪头的 同意 真耿直 傻袍子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在刚参加跑男时 就白送了李晨一个大大的礼包 没想到身为超级游戏迷的陆寒 玩起游戏竟是如此单纯 李晨随口一句 时间禁止 天真的傻袍子 还以为真的有这个超能力 乖乖地站在那里 任由郑凯撕掉自己的名牌 时间禁止 时间禁止 被撕掉明白的陆寒 还一连蒙圈样 最后知道真相的陆寒 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而同样是 SO前成员的张艺兴在真秀中也是名副其实的傻袍子一枚 即使在被自己完全信任的大哥孙宏雷抢走箱子之后 还在其他几位哥哥面前 嚷嚷着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多一些信任 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多一些信任 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多一些信任 谢谢你 还能来以前 妈呀 是不是 来了那么好的孩子 哎呀我还来那么好 一孩子 没事我跟你说 就是世界 明天永远是光明 如此纯天然蜈蚣爱的美扬星 几位哥哥看着都不忍心再欺负他了 而在美扬星三观中 对任何事件都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解读 我朋友就怎么发发给谁啊 就不会有 这就当上面知道 每个大厦都找到特别是在这种花团的时候 你一下就会开的 就是这个 讲真的 呆蒙接一新排第二谁敢排第一 张艺进的内心世界里 还住着一个酷爱游戏的网瘾少年 必须四一可知道你随便一句话 给后期增加了庞大的特效制作 好喜欢这个好厉害 感觉是让我无瑕小说里面 我是一个战士 这是我的刀 成功了 张鑫呆蒙而且傻傻的让人不忍欺负 不过正是由于他们在真人秀中 秀出最真最可爱的一面 才让一批又一批的路人转粉 不过小编还是希望能够看到绵阳心 鹿袍子以及小月 有一天能够把其他几位捏成渣渣 让他们知道傻袍子也有春天 乐阪天综合报道 欢迎来到玻璃海的点心面娱乐 显微镜的话 接着达东天就机会拿到我们奖品了 来看看昨天问题的正确答案就是袁珊珊 恭喜一下的朋友除了获得好吃好给力 玻璃海的点心面 听众大礼包送之外呢 另外还有王心灵亲笔亲笔的专辑 送给你们了哦 是的再看一下我们今天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月云铜的马被谁给骑走了 知道达的朋友可以登陆到我们娱乐乐饭店的官方微博 或是官方微信来回答问题回答正确的话 就有机会获得好吃 要给玻璃海的点心面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还有就是我手中这张 《都必唱清楚》的写真节哦 是的 现在赶来索取了 今天节目就这样了 明天时间 再见